嗯 诸位车友荣耀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收看的是2018sl秋季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解说红甲 本赛是由有卡桌主办 感谢法国独朋首席赞助播出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正是进入季后赛的阶段 季后赛跟常规赛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别 就是很多在季后赛中出现的队伍 他们只会出现一次 就是被淘汰掉 你今天可能见到了Best和幽灵 但是明天这两支队中你只能见到一支 所以不知道会是结局如何 呃 幽灵在七轮常规赛 获得了10分的总分 这是三胜一平的成绩 对吧 就打了七轮比赛嘛 七轮比赛之后 我三胜三负一平 这是一个正好中间的成绩 但是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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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因为 uhv cup比较秀佳一点 所以他是第五 v cup是第四 啊 所以有领是一个第五名的成绩 但是还是中间哦 还有中间 小分 是59分 统帅胜率667.9% 四次胜率50% 因为你是第五名 所以在季后赛第一轮的对阵当中 第五名会跟第八名直接对位 第八名是谁呢 Best 七弹一手 29的小分 37.5%的统帅胜率和21.4%的44胜率 可以说惨不忍睹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双方低局比赛 这个叫后机勃发 比如你看Best在最后两轮比赛中 一分未得 就是最后Best在常规赛 最后第六轮第七轮的两轮比赛里面 他们所出战的总共八局统帅和四局44 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我记得小时候看格勇老师演的一个什么电影 我不知道 可能是叫大萨吧 可能不是 因为他有很多电影 他在里面演一个可能是中学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个中学教师 然后很受学生们欢迎 其中有一个同学的学习成绩不断的倒退 落后不断的下降 学习成绩不断下降 然后好像可能是因为暗恋他还是怎么样 这些都不重要 但是格勇老师是怎么说的 格勇老师说 今天大踏步的后退 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 你要打人之前你一定先把拳头收回来 蓄力 然后一拳打出去 为什么这句话我记得这么深呢 就是因为每次我考试考杂了的时候 跟我妈都是这么说 哎呀你不懂 你要先蓄力 然后大力的打出去才可以 才可以 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在后面的学习当中 后面的考试中发挥的更优秀 我要先蓄力 这就要成为一个我惯用的借口 后面的借口 所以这边我们看一眼Best在今天的比赛中 能不能够最终来获得一场胜利 对于他们来说应该叫一场久违的胜利 可以说从第四轮开始 前三轮Best还有点跟其他大家还差不多 到第四轮开始 第四轮先是统帅被人横扫 被无双8比0横扫 第五轮 第五轮 四四被Casper 6比0横扫 然后第六轮第七轮 连续被GC和游领全部横扫 然后这一次呢 等于又再一次的遇到了游领 他们刚刚在第四第七轮 刚刚跟游领打过 刚刚被游领横扫完 所以不知道 这个选手们是怀着怎样 一个心情啊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 这个报仇的感觉 对吧 若解心头恨 是刚刀杀仇人 现在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又见到你们了 跟你们没完 一定要给你们拼 一定要给你们打 那游领这边 是先派出了战神登场 我们知道游领 是有三名选手 比较常见的 战神 这个斯科特 还有花道 那我估计呢 最后去压轴 应该是花道 我们的赛制是这样 先打两局统帅 每局值两分 再打两局四四 每局值三分 再打三局统帅 每局值两分 这个过程中 任何时刻 只要有一队 达到八分或以上 结束不打了 就不打了 所以最快的结构 应该是 两局统帅都赢下 然后再赢两局四四 这样是十分 这样是十分 这应该是最快的一个 获得获胜方式 就是至少你要打完 两局统帅和两局四四 这个是肯定要完成的 因为你不可能在 此刻 这个之前来获胜 当然你可以说 我赢一局统帅 然后赢两局四四 这个也是八分 这个分数是能凑够 这个分数是能凑够 那我们回到这一局的比赛 暖色方式 是一个刘臣孙策寒当 然后寒当可以在第一轮次 提供一些对编路的支援 然后刘臣通过自己的战绝也好 下方式也好 想把孙策打醒 但是这个孙策没有醒 但是这个阵型针对于对面的 这个貂蝉来说还是比较优秀 这边的黄忠 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 直接把火力怼向孙策 但是孙策可能也是 觉得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 不太应该把自己打到一个 特别边缘的血线 所以这边的孙策 现在保持一个凉血的状态 黄忠回合结束 冷色方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拼进了所有的东西 无论是手里 这边盖里板弩 但是没有别的招 徐妞中了一个边缘寸断 徐妞的话应该是单杀韩当 然后可能是不是要考虑战绝韩当 就是这个奇策决斗去打韩当 直接有真的决斗 那这下的话 韩当要消耗掉孙策手里唯一的桃 之后徐妞应该是单杀韩当 韩当如果出闪 那徐妞间决斗 其实我觉得韩当手里 如果有一张杀的话 现在还有机会活下来 没有杀的话应该是非常困难了 因为徐妞的一个 奇策决斗 还是会让韩当倒下 但是韩当虽然倒下 这边是奇策的一个五五风灯 导播里边看一眼 咱们后台的那个视频 是不是开了重复的播放器 就是播视频台机器 你检查一下 我觉得好像是 多开了一个 这个五五风灯 哦 可能不是 可能这个音乐就是这个 就是是不是换了一个音乐版本啊 没有传统的音乐 对吧 哦 我不是那个传统音乐 我听着不太习惯 这五股风灯 这五股风灯 孙策这边因为火宫 是连起了貂蝉和寻忧 而且刀山的牌是名牌 所以我忘了是啥 但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追求对寻用的击杀 黄庸被逼无奈给出桃子 孙策应该是在思考 自己桃源的逻辑是怎么样 现在不管怎样 冷色依然是 很有很大的机会 去秒杀韩当 因为韩当这个位置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危险 命悬一线 而且孙策去 收韩当也不可能 开桃源呢 能不能够阻止对方 对韩当的击杀 要取决于 黄中是否断杀 和寻忧是否断杀 因为对于寻忧来说 一个决斗肯定是掉韩当血的 这是百分百的事情 不会有变化 不会有意外发生 或者说他如果这么选择 就不会有意外发生 之后呢 黄中和寻忧两个人 摸四张牌 这四张牌 兜断杀的概率是多少 这四张牌 兜断杀的概率是 大概27%左右 就说73.4%的概率 会有一张杀 指向韩当 所以 韩当现在已经是一个 四分之三的死人 现在已经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死人 如果寻忧不抽风 寻忧不打出 特别奇怪的东西 就老老实实 他俩实实 沸沸沸沸沸的一张决斗 又一个五五风灯 这个五五风灯 应该是要再给黄中找桃 他觉得五五风灯 这个动作 对几方更 赚 对几方更容易 有优势 对 这个 我并不认同 这是一个常规打法 但是从结果来看 还不错 因为他觉得 五五风灯里面 只要有一张杀 给到黄中 韩当估计也会死 对吧 但如果对方 还有桃怎么办 这怎么 他当然那个 尊策的桃源 基本上已经暴露了 说我们这边 没有太多的方案 能够拯救韩当 这个观众们到赛制的问题 我们的赛制是抢八 就是抢八分的赛制 所以不叫 黄炉这边是仗刘弩 我直接先把刘晨收掉 然后再收孙策 于是剩下了 再收韩当 于是剩下孙策 一个孤家寡人 一个孤家寡人 这个只能说 黄中后续摸牌 摸的还是非常优秀 因为从寻忧乐 刘晨这件事情来判断 代表着 暖色方 对于能够完成 击杀这件事情 一无所知 现在一个九杀 寻忧如果倒下 这个局面就还有变数 寻忧如果能活着 那么无限桃源 就已经结束 哎呦 寻忧还是倒下了 那这个局面 有一点点小变数 主要是因为 在孙策觉醒的那一刻 孙策会不断的 因为越来越接近觉醒 而变得越来越 强势 越来越强势 所以现在还有一点点 小变数存在 就在于孙策 觉醒的这一波 然后冷色方又不能 不打孙策 你也不 或者说不能一直 不打孙策 网终这边的卡牌 被人王盾阻挡 尊策 挂起连弩 第二道杀上 是上貂蝉 因为貂蝉每回合 能够多摸一张牌 依靠逼越这个技能 在防御端是 能够建立起一个 削小的优势 并且抓了白银狮子的话 待会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通过离剑下白银狮子的方式 也能够达成体力的回复 但实际上 冷藏方真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冷藏方真正在做的事情 是一个隐忍的 给对方致命一击的机会 所以孙策这个牌 无蟹可击 可能要考虑交掉 因为如果你不交无蟹 你就会暴露你的无蟹在手 现在孙策是想杀一刀 杀一刀雕山之后 留两张桃在手里面 给对方一个错觉 说对方会认为 我攒三点输出 就能够打死你孙策 你顶多手里有一个九或者一个桃 但实际上孙策两张牌全是桃 当然一个稳健的 优秀的 对战局有清醒认识的冷色 应该是能够做到不见兔子不撒鹰的 就是我的伤害 只要不能够足够的打爆你手里的状态 只要不能够完全的清理掉你孙策手里的所有牌 和你的所有血线 我就不动手 我就不动手 因为时间是站在我们一边 时间是对冷色方绝对优势的 换句话说 就是冷色方要攒四点输出 其中离剑的输出可能还要打折扣 四点输出 而且离剑的输出能力 还是要打折扣 刀山把青光剑换成了慈中山五剑 然后因为黄中有腾剑 所以拿杀去进行一个慈中剑的过牌操作 基因不加过牌 这是冷色方目前最强有力的武器 因为对于声色来说没有什么武器了 我们所有的武器都已经消耗殆尽 指着激昂摸牌 那得摸到哪倍的去 对吧排队里总共只有十四张红杀 和三张决斗 诶 刀山这边开始离剑了 刀山这边开始离剑了 这就于孙策来说 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代表着对方的输出 就这波打击已经规划到位了 对吧 你可以理解成说 对方的什么核武器也好 对方的什么弹道导弹也好 都已经只在你头上 现在随时准备启动 我们有理由相信黄中手里面也有一张红杀 这个孙策的运气其实已经很好 无论是刀山的离剑拿到的激昂牌 还是在黄中红杀的时候拿到的激昂牌 通通都是桃和酒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理论 对吧 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理论 最终实际上打在孙策身上的输出 是非常多的 包括了貂蝉的离剑 包括了火攻黄中 然后铁嘴连环传导的两点伤害 包括了黄中自己的伤害 所以总打了五点输出出来 打了五点输出 而孙策自身的防御是什么状态呢 孙策自身的防御叫做 两血和两桃以及一个酒 但是因为一个桃被黄中牵走 顺走了 这也可以等同为是一个输出 一个这种输出 所以结束 所以结束 那恭喜 两局统帅之后是两局四四 两局四四之后 如果还需要打 我们会进行至多三局统帅 然后三局统帅之后 一定就分出胜负了 这个是有最基本的数学的逻辑在里面 这个是肯定的 对 没错 没有错 我该算一下 没错 肯定会分出胜负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每局统帅是两分 每局四四是三分 所以实际到八分 谁获胜 那我们来进入双方下一局统帅的比赛 然后导帅这边把我们左上角的那个next条给处理掉 这个可以不要他了 双方选将已经完成 看一下冷色方这边有领 是选择了能主公孙渊 暖色这次呢 是采用了刘晨孙策的阵型 上一局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孙策 觉醒的有点晚 和寻游黄中两个点的爆发力非常强劲 就是冷四连的爆发非常非常强劲 此等小力 焉能安无雄心 孙策焉的人王盾 朱镇摄其身 梁氏于天下 朱镇 暖竹抢动 然后在之后的轮次 会不会考虑由刘晨 直接配合 朱镇把孙策打醒 但是之前也有人这么打过 换回来的结果是什么 换回来的结果可是 孙上香和 就是冷色两个前锋 玩了命的去歇孙策 直接把孙策活活打牌 这个打倒 直接把孙策活活打倒 孙上香在手握连弩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了去过拆孙策 而不是过拆流程 这基本上也能理解为 冷色帮对于这一轮次的输出 是不是太有信心 首先司马朗活攻自己 把自己的技能打紧 同时也给朱镇造成一些压力 续集之后 孙上香摸牌 孙上香给他摸两张 但是牌的质量就还好吧 其实有桃还是不错的事情 流程回合 流程回合要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要不要把孙策打醒 然后由孙策来执行战斗 通常来说 按照这个阵型的既定规划 是要这么打 刚才流程的朱镇签阳 不知道没有顺走 司马朗手里的诸葛弩 如果诸葛弩被顺走了 形势还是有一点危险 因为流程手里牌非常多 这边流程一发南蛮入侵 又是再一次的让孙策 有获得掉血的机会 我们看孙上香刚才手里 是有无蟹的 但是却并没有选择 在顺迁的时候交掉无蟹 反倒是无蟹链诸葛锦 现在孙上香只成一血 形势很危惧 然后战绝了一下孙策 之后第二下战绝 是可以直接战绝孙上香的 这个是流程可以选择的操作 孙上香这边是宾死 冷色方有两个桃 其中公司院有一个 另一个是在斯巴朗手中 然后孙策已经成功觉醒 孙策英魂和朱镕的配合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流程 要无蟹朱镕 朱镕明有红杀 但是觉得我们还是想采用 说跟孙策他爸爸 那个年代就开启了 一个配合方式 这边孙策很遗憾 没有更长的距离 能够攻击到孙上香 所以只能是单杀了一下 公孙策 那这一回合孙策的输出能力 可能会让大家比较失望 因为一个常见的说排很多的武将呢 出杀通常是最后一个步骤 前面比如说我先拆一拆 顺一顺挂挂装备 开开无中生友 铁锁链会练一下 酝酿到最后 因为杀一般是最后一个动作 通常来说 杀一般是最后一个动作 但是这一局呢 因为孙策先出了杀 所以代表能做的事情 就非常有限 这边工程员的抢斗 妄图用射手牵羊 来处理掉勒布斯组 这边是拿到了 队友手中的万剑 然后一个万剑齐发 又收掉孙上枪 然后看能不能有机会 同样的收掉孙策 孙策被收掉了 暖色方最重要的一个 输出力气被收掉 但是虽然孙策倒下 暖色方依然可以依靠流程 去执行一些 对重要点的输出工作 所以这边也是 为什么要把 顾掌枪收掉 工程员直接反杀 反杀捉紧 捉紧阵亡 恭喜游领扳回一局 那双方在 刚刚进行完的两局 统帅比赛当中 是战成了1比1平 战成了1比1平 所以这两局比赛 等于没打 我们把它 葫芦开 当局比赛没有打 后面的比赛中 谁先获得6分 谁获胜 谁先获得6分 谁获胜 那我们先 稍事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需要准备一下 4-4的选手 那我们稍事休息 准备马上进入4-4的 两场比赛 等我们一会回来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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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